學生騎著單車回到宿舍住處 這裡是桃園市中央大學後側門 也是央大學生租房的聚集地 放眼望去中央大學後門 一整條中央路兩側 以往都是農地或林地 但現在卻通通蓋起了宿舍 不僅讓外界開始質疑 是否為違建農地 當時中央大學成立的話 你要把這邊變為都根 還是說變為建地還是什麼 所以說我們這些都沒有去做 那他百姓就無奈 附近鄰居無奈表示 桃園市府在央大城移植後 並沒有明確變更附近用地 導致學生在宿舍不公用的情況之下 附近住客為了公住 只能冒險新建房子 每一個人都不想換我 但是你就必不得 那是學生就是要需要生活機能 自己詢問學生 對於自己宿舍是違建農地 完全不知情 只說如果不住這 只能捨近求遠 到更遠的地方租房 就有楊大學生投訴 桃園市兩任市長都曾經派人 到這取地過 但最後都是不了了而知 監管初對於違建問題 只說會再查明清楚 但先前宜蘭縣府大力整頓 違建農舍問題 這回桃園市也被點名 相關單位怎麼做 桃園者是否處置能力 藉王小華 江小蛋 桃園報導